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以這個活塞 在有這個空氣 場管中來回這樣震動 可以形成聲波 那麼下類敘述哪些正確 我現在把這個聲波 它的什麼 波形化成這個樣子 這個Y的方向是讓什麼 43也是X的方向 也是水平方向 這個它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這一點 這一點代表什麼呢 代表它離開平衡點 這是平衡點 它離開平衡點往右 有這麼多距離 也就是說比如說 這個是空氣 空氣這一點 平衡點在這裡 那麼它實際 它的位移是往這裡 也就是說這裡的空氣 都是往右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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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空氣 它是往左 它離開平衡點 離開平衡點 的左邊 下面代表左邊 那代表這些 這些空氣 都是往這邊移動 那同樣道理 那同樣道理 這個也是往這邊移動 那我們都曉得 這一點點它 它是密布 這一點它是密布 這一點它是密布 那這一點的話 它是書布 書布就是空氣往兩邊移 然後密布的話 是往中間移 所以這裡的密布最大 空氣密度最大 這裡是書布 好 那這個 代表什麼呢 代表在那個 就是說 離開平衡點的這個距離 這個代表離開平衡點的距離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說 下內係數哪些正確 我們看A選項 直點振動方向 橫移波速平行 這個對 這個Y方向 事實上是水平方向 距離平衡點的水平方向 如果是正Y的話 代表它往右 如果是負Y的話 代表它往左 在平衡點這樣來回正大 所以這個是對的 再看B選項 相鄰書布 與密布 距離為什麼呢 為這個波長 這麼看 密布跟書布之間的話 它是半個波長 要密布跟密布之間 才是一個波長 所以B選項是錯的 相鄰的書布與密布 相鄰的書布與密布 距離為一個波長 這是錯的 上看C 要相鄰密布與密布之間 才是一個波長 上看C 密布的中線 密布中線就是這裡 為止點位於最大之處 這錯啦 位於最小的地方 不是最大之處 這是錯的 這是錯的 這樣看呢 第一選項 剛好在什麼呢 剛好在平衡點 就密布的中點 那個指點 剛好是在平衡點上面 這樣看呢 第一選項 密布的中線 第一選項 第一選項 它是蘇布 蘇布的中線 為止點位於為0之處 這個對啦 就在平衡點的地方 蘇布的中點 就在平衡點的地方 位於為0 這是對 在平衡點上面 我們看看 一選項 密布的中線 為止點位於為0之處 密布的中線 為止點位於為0之處 就是密布這個地方 為止點位於為0之處 這個對 在平衡點上面 所以答案應該選A DE